前面是大家有 大家好 我是晋雅 刚才我想把她放上 我看她看雷姆有没有带胎 他差篮瓶他说9个篮瓶 我说你手把肯定10个 看得像不像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变化 他配完有多少天 有半个月吗 最多半个月 比拉开差不多吧 比拉开晚 晚上有晚了好几天呢 半个月不行 再等个五六天 但是他的身体 发粗了 这两天吃的也不多 都发粗了这两天 现在很多人都想这啥 让这个雷姆跟莫莉见面 因为他们不能直接近距离见面 那个已经带菜了 这个现在还看不出来 咱一会这样 我让他进草坪里边 反正这个莫莉 他得出来六万 对不对 让他在外边跑的 外边比草坪里边大 就让他在外边跑的 大家一看这个莫莉 你们就得说 这变化太大了 走 先放草坪那边帮你 在这儿 没吃晚饭的 这个啊 不行 没吃晚饭的不行 这一个一会儿 你看看奶线 看奶瓶 下水的你看 比前两天更厉害 不过来 这么多ille 他人能决定 但是 看奶瓶 这TH 怎么这么多的 神房 所以 大吉链子都给震掉了 来看一下这个谁摸了那尾巴 大吉跟驼峰似的 你看看直接尾巴上的毛都炸起来了 它比雷姆更厉害了 但是雷姆以前 以前雷姆不敢碰这个谁 不敢碰这个摩雷 你看现在格隆呢 你看雷姆那镜头 直接往上扑了都 它这个性格是已经浅了 如果他们两个都生完小狗之后 可以让他们见面 你们猜一下 他们两个碰面的时候 谁会赢 谁会赢 你看 他现在个儿比他大一点 但是雷姆 虽说个儿没有这个毛利高 但是他粗壮 你说他俩后期谁会赢吗 小雷姆不是省油的灯 不是善茶 你看他 人一跑点他看着人家 这就是飞客大房和二房 这两个丫头 这一份 干嘛呀你又给人家救干嘛呀你 厉害 你看他俩永远都是笑笑的路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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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屈指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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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你看你这身 这哈喇子有花没这哈喇子 累了 莫里已经叫累了 但是雷姆现在怀孕没多少天 他不累 外边那个累了 你要不回去吧 这怀孕的时候都是抱脾气 这小狗以后也是抱脾气胎叫 这叫 小狗从小坐胎叫 是不是雷姆 以后都是抱脾气 你也回窝了 太暴躁了 雷姆的性格彻底的起来了 起来了 一开始都说我们雷姆见了他们 就加一巴 性格突然就崛起了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这代胎不代胎 代胎了 代胎就是提前给小狗 做一次胎叫 我就是你看你妈当年 看看我怀着又又敢给他打架 反正他要是以后生完狗子之后 跟莫里打起来 我绝对会不相上下 这真说不好 但是你去看他吧 他这个方面 两只木老虎 我也不知道咋形容他俩了 他的身体粗壮 粗壮有力 然后虽然说他比莫里个儿小 我觉得个儿低那么一点点 对 后期人家还长个儿的 人家刚这才十个来月 那你说你家莫里要是再长个儿成三天树了都 他长不了了 长不了了 他已经成年了 我估计他够呛 他就是发粗了 还有母狗 差不多定型了 这次 家伙你们觉得如果他生完小狗之后 PK的话谁会赢 谁赢的几率更大一些 评论区 评论区告诉我们 看看咱们谁说的比较准确 好了 跟你女主人回去吧 回窝吧去吧 有蚊子了现在 哎呀 真是母叶叉 你不是老虎 你是叶叉 然后请来 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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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